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所属席 星空了 那么今天的话 继续滚 出来 就深发视频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开局肯定要当一把终结者来秀一波操作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呢 也是可以看到啊 这个人类的饭啊 就人类的攻击力也是相当强的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终结者 那肯定必须要给他们办下才行 给他们直接破下去 你看啊 这里呢 我们就运用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巧了 就是啊 什么什么黄雀在后啊 就就这种感觉 先让我们的护士小姐姐啊 去上上上面去勾引一波 然后 一翁得利啊 直接在他的后面啊 跟上去 然后呢 那些人类就没反应过来了嘛 所以那情况就很容易的 就直接的啊 把他们给KO了 所以呢 也是相当的happy 好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斯泰尔了 那么斯泰尔的话 可能很多玩家都说 有没有别的 就这把枪啊 秦宏 你就这把枪啊 你前几天你你出了那把维克多的 我还表扬你 你这一次 你就出这把枪啊 有没有点心意 那可能很多小伙伴都觉得啊 确实没什么心意啊啊 我自认为也没什么心意 但是呢 前几天的话呢 就前两天嘛 就七啊 不是七月啊 是十月 十月的十一号的时候呢 我就打出了这个素材 所以说我觉得哎 不错呀 干脆就做一个 解说算的 而且啊 看打了一轨啊 才发现啊 才打了三分钟啊 所以呢 我们就前面就 凑合一个啊 作为视频吧 所以呢 也是不要再介意了 啊 那么呢 啊 秦宏的话 最近呢 应该还是会出一些啊 再怎么说 也会出一些啊 奇葩的武器啊 或者是一些 啊 大家没看过的皮肤的武器都会出一下的啊 不要再介意秦宏说啊 就老老用什么老素材啊 我没有用老素材 这这段素材是真的是在几天前去做的 然后呢 在十三号 十四号秦宏是没有直播的啊 大家都知道了啊 秦宏也偷懒了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也是 还是要卖一下广告了 因为最近这个月嘛 可能 啊 就我上个月没怎么播 然后呢 这个月的话就 在线的观众是真的少之又少 所以呢 也是非常啊 也可以说恳求各位吧 来帮一下秦宏啊 对吧 有空的话啊 晚上我现在晚上的话都是下午的四点播到晚上的十一点左右 所以呢 有空的小伙伴啊 可以点去苦牙这边啊 去调一调晴空的直播 我的直播啊 虽然说没有啊 视频当中这么牛逼啊 因为当大家都知道了 视频是剪辑出来的吧 哪有爸爸这么牛逼的 但是 我的跑酷技术 那可是 爸爸一于二十九呀 那我就不吹了啊 反正不卖这个关子 然后呢 我的直播间呢啊 是在哪里了 是在虎牙虎牙叔叔277014就可以关注了哟 当然我现在没有在b站 因为b站的话 我是 跟虎牙签了一个独家协议啊 所以说呢 就不能跑去b站去直播了 因为违约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 也是谅解一下 在其他视频的小伙伴们呢 也记得给小点个关注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呢 也是 就是啊 感觉自己啊 慢慢的过上了一个慢生活 就以前的话呢 就很着急 对吧 什么都很急 然后现在的话 感觉啊 自己想 懒一点点啊 所以呢 视频也很少更新了 在这里也是 说声不好意思了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运动运用到了修啊修罗刀这里啊 修罗刀的话 我自认为了 我是最玩的最熟悉 最舒服的一把修罗刀了 就最最熟悉的一个刀法 然后呢 今天啊 就最后面呢 就是重点就在这一段了 这一段的话 我自认为应该 到了五六个吧 六七个左右吧 反正还是比较可以的 我觉得这段素材啊 放在篮里都非常舒服啊 观众看起来也是非常乐滋滋的 当然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嫌弃我的包东话了啊 就普通话了 如果普通话有点烂的话 呃 请各位啊 关闭什么之类再观看吧 好 那么好 今天的话 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美术石球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哟 拜拜